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学习俱乐部 毕章 轻管轻轻 刚才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朝着年花糖 机器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我再比你更加强烈 不要再摸鱼 叽叽叡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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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苟姐再唱歌 准备好了吗 跟我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魔力的蓝天化雄彩虹 给世界成像星星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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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一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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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 你 你是在向我道歉嗎 哈哈哈哈 哎呀 一點小聲 沒關係的 咱們接著玩 哈哈哈哈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狂犬疫苗注射時間 小湛動物衛生防疫站提醒市民 請及時為您的寵物播種疫苗 哦 哎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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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到底该不该给琪琪打疫苗呢 当然得打 可是 什么可是 别的勾搭 她当然不能搞特殊 不对 琪琪就是很特殊的 别争了 狂犬病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疾病 本着宁可错杀一千 不对 本着预防重于治疗的原则 我建议 咱们呀 没这样 我建议你去把我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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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琪琪 你是不是生病了 没 没 没有 我没有生病 我吃饱了 亲爱的宝贝 爷爷 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你们不要找我 你们找到我会 很危险的 因为我是一个随 随时都可能变疯的狗了 谢谢你们一直把我当人看 作为世界上唯一 唯一一个会 会说话的狗 我即将和你们说再见了 难道我堂堂琪琪 就这么和大伙说再见了吗 不行 我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会说话的狗 不行 对 我要写一本自传 旁白 我笔名琪琪 一名琪琪 中文名琪琪 英文名琪琪 真名就叫琪琪 我是一条狗 一条聪明的狗 善良的狗 忠厚的狗 谦虚的狗 为了证明琪琪以上的优点 接下来我将要对熟悉琪琪的一些人类进行采访 宝贝 干嘛呢 我看电视呢 这个动画片好好看哦 宝贝 你的眼光好棒哦 琪琪 你病好了 是啊 我一看到这么好看的动画片 我一下就好了 宝贝 你看的动画片就是有魔力哦 是吗 哦 宝贝 我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又聪明又善良 又忠厚又迁徙 说实话吗 说实话 似乎好像 哦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让琪琪伤心了 嗯 嗯 爷爷 新大字呢 嗯 这一盒写的真好 真有力 哈哈 琪琪有眼光 果然看出这一盒好 嘿呦 这一树写的更好 哈哈 那到底是这一横好 还是这一树好的 呃 这个 呃 都好 反正爷爷写的就是好 哈哈 这这这 爷爷 我问你一下 你觉得琪琪怎么样 好不好啊 嗯 不错呀 挺好 真的吗 嗯 好到什么程度呢 哈哈哈 是不是又聪明又善良 又忠厚又谦虚的呢 哈哈哈 爷爷 琪琪到底是不是又聪明 又善良 又忠厚又谦虚的呢 哈哈哈 呀 这这这 啊 哎呀 琪琪啊 你是很好 不过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喂 喂 总编啊 明天的发布会 喂 喂 您是说 好的 好的 你干什么 认证书 琪琪是又聪明又善良又忠厚又谦虚的 认证人 阿乐 哈哈 果然还是有人认可我的 嘿嘿嘿 在琪琪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 目光锐利的群众认为她 又聪明又善良又忠厚又谦虚的 以下是琪琪在这方面的突出事迹 噢 我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 呦 噢 噢 不行 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做几件好事儿 老爷爷 您要上台今儿吗 我服您吧 谢谢你啊 再见 小朋友 再见 我好像觉得更严重了 我要抓紧时间做最后一件好事 危险 还愣着干嘛 快救他 嘿 就是他害了你 别救他 救他 不救 出口 我不许你再捕获他 怎么着 想打架吗 过来啦 你还要 我好累啊 是要去另一个世界了吗 再见 爷爷 爸爸 妈妈 姑姑 还有可爱的 宝贝 这里是天堂嘛 琪琪 你终于醒啦 谢天谢地 我们可担心死了 可不是嘛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 琪琪乖 琪琪不苦 对了 我的那本自传 还说呢 这本自传都写了什么呀 完全是自我吹捧 还一堆错别字 这 这都不重要了 关键的是 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得了狂犬病了 琪琪 你放心吧 刚才医生检查过了 你没有得狂犬病 我浑身没劲 还怕水 你那是感冒了 真的 那 疫苗还用打吗 你在昏迷的时候已经打过了 是啊 那就是说我不用再打针了 是啊 哎呀 哇 哇 啊 琪琪又活回来了 呀 好 四传呢 不给我 我要借着写下去 啊 奇怪 刚才还在手上呢 啊 好想 又是你 啊 站住 哈 好可惜 爺爺 好爺爺了 爺爺 好爺爺了 你就饶了我这把老骨头吧 你们干嘛呢 下周就要开运动会了 我请爷爷当陪练 他参加的是长跑比赛 这让我可怎么陪练呢 帮不了你了 自己练吧 你可以试试动物陪练 乌拉圭的著名足球运动员安德拉德 曾经带领本国球队取得了奥运冠军和世界杯冠军 他的球技堪称精湛 灵活多样 而练成这种本领的秘密就在于陪练的选择 因此他选择的陪练是鸡 每天他都要把一群鸡赶到球场上 然后就去追赶他们并抓起来 天天如此 他练就了一身硬功夫 真的 还有没有其他陪练 埃塞俄比亚的马拉松选手阿贝贝 选择的陪练则是一只狮子 每天和狮子赛跑成为了他训练的重头戏 刚开始一点也不轻松 人称百兽之王的狮子 每次都把他落下很远的距离 后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后 阿贝贝跑得那是越来越快 最后他竟然也可以与狮子比试一番 而且还能超过狮子呢 这样神奇 难以置信 原来好成绩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所以啊 你也可以不用我来陪练的 琪琪 帮我记个忙啦 我进入圈套了 看我这架势整个就是一个书法家 书法家 什么书法家 哦 居委会准备找书法好的老年人 为大家讲解书法 我要毛遂自荐 要是光看您这架势 还真能被蒙住 什么叫被蒙住啊 我这就是真的 我这是开玩笑呢 您这是老有所为 就像那个老奶奶一样 英国一位七十岁的老奶奶 虽然早已当上了祖母 但是她却至今仍保持着强健的肌肉 和苗条的身材 体重也只有五十二公斤 她还能一口气 坐上几十个俯卧撑呢 哦 她还有什么更厉害的吗 最令人想不到的是 她竟是一个每周教授七节高强度 有氧健身操的健身教练 不过 就在几个月前 健身馆要裁员 老奶奶年事已高 面临下岗 但是 不服老的她一怒之下 将健身馆告上法庭 最终 法庭判决健身馆 必须至少聘请她直到七十二岁 得知老奶奶能重返课堂 许多跟了她数十年的老学员们 大声欢呼 怎么样 这个老太太厉害吧 嗯 我真是自叹不如啊 不过 老爷子您这样也挺好的 瞧这个凤字写得真不错 嗯 这个不是疯 是龙 哇 啊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感到生活美好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买了欧米哟买了欧米哟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徘徊